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苗董愣言一千日 第四百零一日 经文段落 如当当之是十肉人 众得新开是三摩地 兼大罗刹 报宗必成生死苦海 非佛弟子 如是知人 相杀相吞 相食 未以 云和世人得出三戒 如教世人修三摩地 次断杀身 世民如来先佛世尊 第二决定清静明悔 萧文 是食肉人 是吃肉的众生 生死苦海 生死轮回的苦 生死轮回的苦海 次断杀身 断除杀害众生 先佛世尊 是过去诸佛跟现在佛 清静明悔 清静明白的修学教会 萧文自此 恭请建非法师 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任年一千日 第四百零一日 我们要继续谈第二个清静明慧 佛陀他为了阿南提的问题 就是专门为末世众生 来提出三决定义 保护我们的修行 那大众要把这个戒定慧 谨记在心 尤其是一开始 这个地基基础要打得很好 保护自己的修行 可以到最后达到成功 那这个射心啊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开始 那修行开始呢 怎么样射心 一般人啊 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收射在 这个一个无欲无求 乃至于不会攀缘的状态 所以戒由这四个方向呢 就可以帮助自己射心 同时也可以把这个戒持的清静 所以射心即是戒 戒即是射心 那这四种呢 就有一个次第 第一个就是戒淫 那第二个叫做戒杀 那戒杀最主要呢 其实是杀心 要除掉杀心 一般人呢 这个杀心啊 有展现在三种情况 叫做贪、称、吃 贪、称、吃都有可能会导致杀 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嘛 不知道因果 所以于吃而杀 或者是贪心而杀 或者是因为称心而杀 所以它其实包括了贪、称、吃 如果你从杀心来戒处 你就不会随着杀心而造生死之夜 所以这里讲 责不随其生死相续 那修行师人呢 更是不用说 你会来修行就是想要了生托死 否则你不会啊 在这个地方很认真的想要学法 那一般人呢 他没有要修行啊 他会告诉你说 哎呦 我这个杀也没什么啊 就是这是我们自己人 身为万物之灵 就有这样子的权益 可以主宰别人的生死 那个不修行的人啊 就不用跟他去做一些理会 但是要修行的人呢 你就自己就要去知道这个度在哪里 好 那这个杀呢 哎 不用看别人还在做这些事 或者是呢 有的杀人放火啊 好像也没有事 还可以偿命 那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就问自己 这个修三昧的人 怎样可以让自己的三昧容易成就 那其中呢 佛陀就讲啊 杀心不除 其实你修三昧啊 就很容易 怎么样 不能成就 这个结果就是 不得解脱 那你何必呢 那 既然是想要修 三昧就是想求解脱嘛 那不得解脱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 这个就是不懂 那有的人 就以为啊 哎 我不要持戒啊 因为持戒很麻烦 有很多约束 那我就直接呢 修禅定 然后修智慧 那如果是这样呢 就必落神道 上品是大力鬼 中品是飞行夜叉 下品是地形罗刹 反正都是鬼 乃至于都是一个很不入流的鬼 这个脾气不好的鬼 这杀心很重啊 那有时候呢 这个程度越好 能力越高 结果呢 一下子呢 就杀了无数的人 造了无数的业 那尤其是我们自己啊 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的危险 动不动就是这个工具很方便 杀人的工具非常的方便 那有的人是从发动战争上来主战 我希望说 遇到了国跟国之间的冲突啊 我就主战派 我们要不然我们就来打一架 要不然就来发动战争 来看看谁的武力 是最强的 那要不然就一起灭亡 所以这个有的人是这样子的心 那如果呢 我们自己啊 到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啊 产生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的工具 所以可以 藉由这个铲除自己的 不喜欢的对象 那这个时代呢 就是越方便了 结果造的业是越多 那佛陀说 那你如果要真的去养成 你自己不杀生呢 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啊 就是每天吃什么 因为我们再怎么样避免杀业 那如果呢 这个三餐啊 能够多注意一点 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杀业 所以这里就会谈到一个吃素这件事情 那很多人呢 就会说 这个吃素不是佛说的啊 甚至于呢 吃肉啊 不妨碍修行啊 这也就是鬼神之论 所以佛陀就讲 我灭渡后末法之间 之中啊 有多此鬼神赤胜世间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就会说 食肉得菩提路 这这个一听啊 就知道这个一定是鬼的言论啊 鬼才会有这种问题 那这个佛陀呢 就讲啊 就是以前这个时代啊 那个比丘是 有的是有吃肉的 是这个环境没办法 那是因为佛陀是慈悲 把这个肉 把它变出来 因为没有东西吃 其实他们是没有命根的啦 那不叫做肉 其实不叫做肉 只是他讲 讲成一个肉的样子 那事实上呢 这个就不是一个道理了啦 如等当之 是食肉人 重得心开四三摩地 皆大罗刹 报终必成 生死苦害 这里讲到呢 如果讲吃肉啊 就是菩提 吃肉即菩提 因为佛陀讲烦恼即菩提 这完全就是大误会 烦恼即菩提的意思呢 就是起烦恼的是正念心啊 菩提心也是正念心啊 那你要怎么样正道菩提心 你就不起烦恼 因为本心就是没有差别 就是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 众生跟佛 是没有差别的在菩提心的心体 那起烦恼呢 是因为凡夫不明白呀 所以呢 他就把他 把这个菩提心误用 所以会起烦恼 那你现在呢 如果知道 哦 会起烦恼的是菩提心 那你就让这个菩提心 不要起烦恼 所以叫做烦恼即菩提呀 但是呢 很多人就说 啊 那这样子呢 就是什么 哦 这个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作 他以为呢 他自己啊 就是这个 反正不执着就对了 那佛陀就讲啊 如等当之 如果是这样 而且还宣扬他 四十肉人 重得心开四三摩地 就看起来 好像 他已经有正道 这个三摩地 有神力了 甚至于 好像开悟了 能够知道三世 能够有神通 那这个呢 就是什么 罗刹 罗刹也有神通 所以皆大罗刹 而且是大尊的 这个大尊的是什么 他有威神 他有威神力啊 可是呢 他的威神 是拿去伤害一切众生 所以其实啊 比起来 他还是不如菩萨 菩萨是很慈悲啊 不忍心伤害众生 纵使他有很大的神力 那这个结局就是什么 就是 报忠必尘 生死苦海 这不用说 这佛陀也讲 必 只要看到有必的地方 你就要特别注意 佛陀是讲 直接了当 就是不会讲 可能 就是一定 因为这是果报的问题 你的音是杀生 你的果报就是生死 那既然呢 你是要解脱生死的 你当然就要听佛说的啊 佛陀这边就讲到 这么的绝对 而且呢 他还不是佛弟子哦 就是你呀 还可以继续说 我是佛弟子 你既然是佛弟子 就要听佛说话嘛 那你说 哎呦 我现在还没有决定 那还没有决定 那就 那就没有办法 那就是 你不听话 不听话呢 佛陀也讲了 也仁至义尽了 佛陀讲的是因果 不是 是佛弟子才要遵守 其实非佛弟子啊 你如果不遵守 你就有这个果报 因为佛陀讲的是一个通责 他并不是说 哎 入我教者 才要遵守 否则呢 哎 就会有这个规范 事实上他讲的是因果 不是管 你是不是佛弟子 那既然是佛弟子呢 就要听佛陀的劝 而且佛陀呢 这样子讲 也不是他自己想要发明出来的 而是呢 这个是真实 是爱护众生 也是一种慈悲 他才会讲这真话 那有些人呢 就会觉得听得很不舒服 尤其呢 是佛教徒啊 常常会 自己在家里面 就会很为难 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啊 自己的父母啊 或者是自己的家人 还有朋友啊 那明明就是好朋友啊 可是偏偏呢 就是我学我的佛啊 他还是照他的业 甚至于他就在你的面前 就继续做 反正呢 他也不懂 他也不想懂 但是呢 我们自己啊 就会 常常会不敢讲啊 因为就怕得罪人嘛 得罪了之后呢 哎 大家感情不好 很难见面啊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 伸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后呢 又常常会告诉自己说 哎呀 我不要让家人造口业 所以不要讲 其实呢 这个讲啊 是有时机的 那合理的讲 不用吵架 只要呢 有这个机会啊 我们就要 能够很坚持 那尤其是自己 一定要坚持 不管别人 认不认同 因为佛陀讲啊 如是之人 相杀 相吞 相食未以 就是一直不断的循环 我杀你吃 然后你吃呢 哎 哦 就是 哎 就再来报仇 渊渊相报 始终 都是没完没了 愈何世人得出三界呢 那 我们要修三妹啊 是要想要 出离三界吧 那现在呢 这个孔业不解决 那怎么出三界呢 那就更不用说呢 还有更严重的来杀人啊 那乃至于呢 哎 是有很多的 这个过失 那其实呢 平常啊 我们自己要知道 这个是佛陀 最重要的教诲 持戒 是保护自己 而不是佛陀喜欢 规定来规定去 来满足自己的 这个好像是权利欲啊 所以呢 佛陀就讲哦 辱交世人 修三摩地 刺断杀身 是明如来 先佛世尊 第二决定清净明慧 特别呢 在这个地方讲 不杀身 那 没有讲 说杀人啊 杀鬼神啊 杀阴杀源 杀法杀业 没有哦 特别讲说 吃肉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就要知道 发心吃素 其实他根本上的原因 不是为了健康 而是为了持戒 持戒持清净 然后会掌养慈悲心 断掉杀心 可以跟自己的本心相应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讲啊 这个菩提心 慈悲心 有时候啊 我们会感觉是一种软弱的一种表现 事实上呢 其实柔软的心啊 是最坚强的 因为呢 这个菩提心 本质清净 本质具足 而且功德无量 这张照片呢 是 有一次 在 这个 这个应该是60年前的 就是 有一次呢 加州 加州地区有大火 那结果呢 这个火室啊 就是 这个地方都是 木造的房子 就火室呢 一下子呢 就哄 然后就整片 社区全部都烧掉了 那烧掉了的时候呢 就造成了 这个 三万五千人的 这个流离失所 没有房子住 就homeless了 那结果其中呢 这个整片的地区啊 就只有一间房子 他竟然没有被火烧 后来大家就很好奇说 怎么会有这种房子呢 结果去研究 发现 这主人啊 也是一个佛教徒 然后他在盖房子的时候呢 他在持大悲咒 就建了这 这栋房子 那结果 大家就说 哦 这实在太神奇了 这叫做大悲咒房子 那我们就知道呢 其实这中间啊 是有很多很多 我们看不到的力量 在发生 就是很特别的奇迹 那我们自己要知道啊 自己的身心 其实是 一直是直接相连的 你的心是如何 会展现在身体上 但是一般人是不太能够明白 觉得这个跟 这好像健康也没什么关系啦 乃至于呢 这吃素呢 就是健康与否 有的人还会因为吃素 还说会营养不良 譬如说缺钙质啦 缺体质啦 所以有些人就会说 我的体质不适合吃素 那是这样子的吗 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呢 是日本的一个研究 他就照肠胃镜啦 他把这个啊 这个内视镜啊 伸到大肠里面 然后去研究 做大规模的研究 就是啊 收集各式各样的人的肠道的照片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大肠 里面长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看不到自己的大肠 都是大便出来了才知道 那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医生就发现说 他这个跟生活习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 就是饮食 然后这个肠子里面很干净 这个人 然后这个是75岁的 女性 然后这个是吃素的 他就是吃这个五谷米啊 吃沙拉啊 吃水果啊 然后呢 他吃一点点的 这个鱼啦 那当然就是如果可以吃素就更好 然后这个是47岁的 就吃很多脂肪 吃很多脂肪 然后主食是肉类 所以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不一样 然后这个52岁 52岁的男性的肠子 我们一般呢 都看不到自己的肠子 然后就会发现呢 如果说你的主食是肉类的 那你的肠啊 里面就会比较多的问题 然后呢 如果你是比较以偏植物性的饮食为主的话 就不一样 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差别 我们自己呢 其实不太知道自己的肠是长什么样 那有些人呢 就是 就平常的饮食啊 也没注意 等到最后呢 就遇到很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60岁的这一个是最恐怖的 这个是患有这个大肠癌的 这种癌化的 这种大肠癌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这个素食 然后就是不是素 不是vegetarian 是那个麦当劳 然后呢现在就是很方便的这种外食 那就是多油多多很多的这种高热量的食物 所以造成他的身体都坏掉了 所以他后来呢就接受了这个治疗之后 就开始呢就恢复他的原来的肠的问题 所以其实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良好的饮食习惯其实是有差别 我们自己啊就要相信肯定自己吃素的一种功德 因为有很多的研究 就是在经过很多很多的研究之后呢 才结论说这个蔬食是比较好 其实已经很慢了 我们等到看完报告才来吃素 那你这个没有报告的的证据支持他的时候 那你就变成你就错失吃素的良机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呢迷信科学啦 就是一定要拿出一个证据 或者是要等到医生来告诉自己 你才愿意遵守某一些状态 那其实呢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有的人呢他会说哦你那个拿出证据来 其实吃素哪有需要理由 吃素就是你的身心时间到了 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好事你就吃了 但是你不吃素的时候你给他100个理由 他也还是不会吃的啦 所以其实是善根福德因缘 那这一些证据啊只是在支持我们吃素是好事 所以呢有一些这种科学证据啊 大家可以多看看 只要呢吃全素都是百利无害啦 那但是有的人都会说那你要吃素啊你要怎样 要说服大家 所以呢吃到很健康其实是一种慈悲 你不要吃素了之后呢就啊每一次啊就乱乱吃啊 然后吃罐头啊要不然呢就随便弄个泡面啊 然后就应付一下你到最后呢身体坏了 人家就会说你看吃素就变得啊身体不好啊 然后呢哎 有人呢还在那个师傅的那个YouTube的底下留言说 嗯出家人呢的气色都不好这样啊一定是因为长期如素啊 那事实上呢的确是这样我们呢啊就是要发心啊把自己吃的啊白白胖胖的啊然后健健康康的啊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很有说服力啊要不然呢很多人都会怀疑啊那个不吃肉是不是能够获足获得足够的营养啊啊那事实上呢你如果发现那个吃素啊还是很不健康啊他已经是乱吃了啊那偏食是现在人的毛病啊并不是因为他吃素他就偏食啊 他本来就有一些毛病啊所以呢我们自己啊发心吃素了之后就要更注意啊那要吃的健康才有说服力啊那当然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科学上的证据可以提供我们去啊支持自己吃素啊就是不吃肉到底能不能够有足够的营养其实研究了之后发现植物性蛋白质是比动物性蛋白质的品质是比较高的啊那尤其是有一些食物啊他是含有 有很高的这个优良的啊这个啊我们缺乏的钙质啦铁质啦啊或者是呢啊这一些替代性的啊物品啊其实都没有缺乏啦啊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不行啦这个医生说啊我们都很容易啊什么缺什么缺什么好那就要吃什么维他命来补充啊 事实上呢其实啊也可以啦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的发心你发心呢好好的吃素啊你不用管会不会有营养的问题啊因为像虚运老的上啊他的修行啊活了120岁哦 他有没有认真的在五五五种餐啊什么五色平衡啊然后哎这个五种那个热量五种营养素都要均衡都没有啊他住在这个啊云居山这种长年都没有什么好东西吃的地方他也一辈子也就这样还活了120岁的高龄啊那他有在重视这个营养均衡吗 也没有啊但是呢也不是因此就是说哎叫我们就乱吃啊那他的修行啊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你的心常常都很健康心很快乐心没有挂碍啊你自然就长命百岁啊那你常常的为了口腹之欲就在那边计较啊吃山灯海味啊不但呢身心是失调而且呢还结了很多恶缘自己的身体啊也没有因此就比较好 比较健康啊所以呢哎就要知道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啊否则我们就总是就在那边纠结到底要不要吃素吃素之后如果不能吃怎么办啊那你能够多吃一餐就是多吃一餐你要把它记得这就是功德啊只要有多一餐的机会我们就多一次那你在身边的人他可能没办法马上吃那你至少呢哎就是有一些机会啊你可以制造 譬如说我是家里面的长辈那我平常都吃素啊生日的时候就可以要求大家哎你们要庆生我们去素食餐厅吃素吃一餐这个功德呢哎就当做生日礼物那这种方便善巧呢一年到头啊可能可以来做个几次那慢慢的大家呢其实就比较能够接受那如果我们自己做人没有很成功然后永远的都是 就是在这个吃的议题上跟人家吵架哦那其实呢就会啊坏了大众的观感哦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大众都能够发心吃素但是呢要方便善巧而且要能够呢啊运用种种的修行的法门啊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发心要正确啦哦那这样子呢就不会有这些所谓的啊挂碍啊或者是有一些争论出来 好以上呢是今天的内容啊啊那这个部分呢是佛陀一直在告诉大家说你至少呢要能够观念上是对的啊观念上一定要清楚而不要呢啊为了要遮掩自己的啊这种行为啊所以呢就去讲出那种啊什么哎吃肉的人呢啊这跟修行没有关系啊食肉的菩提路那就只是很严重啊 所以这最重要的是要观念那至于你能吃那就尽量啊那初一食物然后六载日然后呢多一餐就是多一餐是这样子啊好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来看看这一组有没有要分享 师傅好啊在小组讨论上啊指导法是指导说菩萨界是心法也就是只要出发心事良善的大众就不需有太多挂碍尽量在未来的菩提道路上广发善行善念即可这让弟子想起在多年前 呃家中饰养16年的宠物狗哦因腹部严重溃烂然后去看受医医生说那个狗的习性就是不管主呃自己的那个身体多么不舒服但只要看到主人就会强颜欢笑热情相迎所以我一直没有感受他其实已经蛮严重了当医生建议实施安乐史时我呃当下我也很崩溃哦非常的不舍 难过了好长时间我想人生的道路上要面临这样两难的抉择戏码是一出又一出等过几年自己也要面临设身年老败坏关于治疗与不治疗的选择我们几位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谈到此话题都是偏向不积极治疗原因是怕拖累家人有人也提议说用断食 来缩短病痛煎熬早日解脱在生命中难以承受的病痛下可以去终止生命请问师父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感恩师父阿弥陀佛 谢谢因为最近有比较有名的人呢就是选择自己要先提早死亡那我们一般说这叫做自杀原则上呢你要看自己的动机在佛法里面呢你讲你的心啊如果能够做主而不是因为太苦那你的选择呢 你看很自在哦很开心哦而且呢是很清楚的叫做做托力王那这个是因为有禅定功夫啊那做托力王是不是自杀呢那个不叫做自杀 因为有智慧的人他会看到他会观察他知道这个缘分啊什么要缘分就是世缘已尽他是自在往生啊但是一般人呢你说哦是因为这个安乐死啦或者是或者是自杀啦或者是啊这些的啊断食或者是要治疗或者不治疗啊你要看你是是不是贪生怕死啊 你自己愿意好好的把自己的生命在活着的一天每一天都充分的发挥啊那你没有遗憾这个就是你的自己的发心啊哦人生一定有生离死别啊那有些人呢是自己舍不得有些人是舍不得家人哦那重重点是大家彼此要祝福啊在有 有缘的时候呢哎互相珍惜啊那有缘的时候呢包括对自己啊在自己的这一生当中呢很有缘的时候好好的珍惜生命好好的发挥生命的价值这个比啊要讨论怎么死来的重要啊因为即使我们好羡慕那个啊主事大德都可以做托力王那问题是你只是羡慕而不是成为那一个那你知道到时候你就得要去啊由不得你了啦 因为我们要那个躺在那边的时候那个叫做你的家人在做决定啊纵使你已经交代了半天呢他还是啊我相信呢大部分的家人都会选择要救啦啊那你说到时候被救起来的好生气哦哦怎么可以把我救了这样半死不活啊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要把握平常的这个时间啊就要精进用功能够多用功一点 让自己呢更趋于自己自在那才是正确的工作啊那你问师傅有什么意见呢哎我们啊其实没有什么意见我们不能对所有的人的选择有意见我们只要想清楚啊那你自己想要怎么样你至少要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好的来处啊那尤其是现在反正还没有死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时候要死 那这个时候呢就好好的去把握现在精进用功这个不要浪费时间才是最聪明的做法而不是在那边每天就在交代哦我死了之后你可以不用管我啊你哎我如果怎样你都不要救我那你讲这些呢是要怎样啊就是所有的人真的要听吗啊听了也还不知道谁会先走啦啊那我们就交代半天啊那有时候呢 真的很难决定尤其是面对这个生死大事我们是很难决定的啊谁知道你现在很想的很洒脱你到时候呢要走之前呢哎会不会起烦恼心啊后悔呢啊曾经呢有一个旧金山大桥的附近那个那个警察局分住所的一个警员啊他上去泰的论坛分享啊他说他在那边呢当警察啊当了啊这个二十几年三十年 那他常常呢就是最常常找的最常常救的就是旧金山大桥呢是一个非常好自杀的桥因为他下面呢几十公尺之下呢就是一个旧金山湾那个地方的那个海流啊洋流是非常的强其实大部分的人呢就跳下去啊其实不是因为淹死的是被打死的 因为那边的这个海湾啊是有很强的流啊这个水啊一旦是在漩涡当中然后你从高空往下啊坠落的时候呢啊那那个水就变成一个很强的墙壁啊很硬的墙壁就是你是摔死的啊你不是淹死的啊但是呢他曾经啊救过很多人啊其实很多人啊他在跳下去啊然后 那救出来之前啊之后呢啊他的回答几乎都是一致的就是当他跳到半空中他已经开始后悔了啊我们常常呢是很讲讲生死讲得很潇洒啊就是反正就一时了之嘛啊那人死的你以为死的就是一了百了其实是错的啊我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呢如果你活着都还这么的爱惜自己啊那有一点点的痛你就舍不得 你怎么能够把生死讲得这么潇洒呢更何况是别人的生死呢所以呢我们自己要知道啊人有这种求生的本能是源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生命的一种执着已经形成惯性那我们知道呢每个人在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都是很多的这种挂碍甚至于呢会有没处理好就有负罪感尤其有些医生啊 如果他治一个死一个治一个死一个那那个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啊那在生死搏斗当中呢啊我们怎么去面对他啊所以如果修行的啊就慢慢的去从自己的修行观念里面呢去解套这个生死之名啊要不然呢我们在讨论半天啊甚至于开论坛啊这种大家呢其实都是争论不休啦各之一词 那事实上呢是到底谁说的对呢啊那你就自己面对一次你就知道了啊所以呢哎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回到每一个人自己的答案而不是啊你要去问佛啊佛也会说你要自己去找这个答案这才是真正能够解套的方法啊好谢谢苏美的提问啊这是好问题啊 那是好